巴黎街头有许多来自大陆的民众手持着标语 陆续用中英法三国语言抗议 不少人身穿汉服高喊着迪奥停止文化挪用 国际大牌迪奥最近在官网上上架了一款黑色的中长半身裙 售价达到了12万台币 在大陆的网站介绍写着采用标志性的迪奥扩行 却有眼见的网友发现这款裙子和大陆汉代传统服饰马面裙几乎一样 马面裙的特色是裙子两侧打折 中间有一段光面成为马面 最初是宋代女子为方便骑驴而设计的一种开胯之群 发展至清代后流行在光面绣上许多华丽花纹 虽然经历一系列变化但马面裙的结构基本上都差不多 至今仍受到许多汉服爱好者的喜欢 其实从古代服饰中获得设计灵感或借鉴文化元素很正常 时尚界也刮起过中国风 但大陆网友质疑Dior声称是自己品牌的经典设计 其实是抄袭还不敢承认 目前在大陆的官网已经找不到这款裙子 但仍可以在海外的网页中看到 Dior官方则尚未对此做出回应 记者综合报道 如果你有在煮饭的朋友 或者是您吃过这款海皇XO干贝仗的朋友 您一定会知道 它的美味到底会多让人回味无穷 现在购买记得快点购 输入我的折扣码CTI-71G 就可以买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